各位一金实战训练营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书涵老师 这次课是我们一金实战训练营风水气域模块的第一次课 我们来讲解一下风水学的基本原理 很多人觉得风水学很神秘 那你听完今天的课 你会觉得它其实并不神秘 它就是一门非常经典的学术而已 那首先我还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书涵老师 我是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学士 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硕士 那我是从03年开始长期的研究周易 有很多的老师都在认真的教我 那我有一万多个的经典案例 从08年开始就写作各种各样的作品 包括听老涮讲增山 包括后来出版的五部作品 到现在呢 还在以每年30万字以上的进行翻译 讲译资料的整理工作 我也成为了国际艺术联合会文化传承委员会的理事 包括我也是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国学研究班的特要讲师 那个人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还是来讲讲风水是什么 那风水是什么呢 风水这个概念啊 出自郭璞的藏经 那郭璞的藏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气 乘风则散 戒水则止 古人聚之 始之不散 行之始有止 故为之风水 这就是风水这两个字的来历 郭璞呢 这个人非常的厉害 他叫做郭景纯 字是景纯 那他是两晋时期的人 那从小呢 他就开始学习补士 他写了很多很多补士的经典的著作 那最有名的一本呢 叫做洞林 那他有非常多的周一的著作 应该说他是整个两晋时代最有名的方式 或者叫术士 他经有很多很多内容 那这本藏经呢 就是郭璞所写的一本风水的最早的著作 那风水除了咱们常说的这个风水这个名字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别称 那咱们来看一看 这些别称都是什么 那第一个别称叫做相地数 这个很简单 我们讲过叫山一命相补 风水是一本相术 它相的是什么呢 相的是地理地形 所以它是一本针对地理地形的相术 第二个就是地理 这个跟咱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地理的科目那个不太一样 它是专门研究地形地势的道理这样的学术 所以叫地理学 那还有一个大家听的很多的名字叫堪于学 很多人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不明白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其实堪就是什么意思啊 堪就是关 那关什么呢 关的是天 那于是什么 于其实原意就是大车 车子是不是承载事物的呀 那什么是承载事物的呀 是大地 所以关天载地那也就是堪于就是天地 所以堪于的本意就是天地环境之道 这就是堪于学的这样一个意思 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别人跟我聊 我说老师你懂不懂风水 我说对我懂风水 但是呢我比较喜欢说它叫堪于 因为堪于更能体现风水道的这样一面 那还有一个叫做清污 清污呢这个用的比较少 其实这个来自哪里呢 是有一个风水名家叫清污子 这是一个相传的风水名家 所以后来人用清污来代指风水 当然也有人说风水叫清囊 因为有人传说呀 说郭普学的是谁的 学的是黄石宫的清囊书 那所以这风水学又被称为清囊 那也就是这样一些说法了 但是呢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是风水学 一个是堪于学 这是我们现代人来用的比较多的名字 那风水学的一个哲学 风水学的它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 就叫做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这个学说呀 最早的时候是在汉武帝时期 我们说霸处百家独尊如树 那个时候那个人叫董仲书 董仲书在很多前人的学问的基础上 整理出了一本书叫做春秋繁路 在春秋繁路里面提出了这样一个天人感应的思想 他认为天呢就像一个拟人化的一个人 那么人呢就是我们人间的人 所以天上发生的事情 或者叫天象自然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的人事是有相应的感应的 比方说今年出现了很多灾际 按照他的天人感应学说 就会认为说是很 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施政不当的情况 那这种说法呢 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思想 所以在后世里面 我们一点点在加深对于天人感应 这样一个理念的理解 其实天人感应的天 并不是说把天拟人化为一个神明 而是什么呢 天指的是自然环境 而人呢指的是我们的人事和人文环境 那在后世的流传里面 人们逐渐就剥离了这种很神秘化的 很迷信的 很封建迷信的这样一种思路 而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一种人和自然环境 那种交互的这样的思想 在后世的流传里面 你会发现逐渐回归教 以人为本 逐渐也就不再神秘了 而变成了一个 让我们生活更加快乐 更加幸福的这种思想 而天人合一呢 应该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非常经典的一种思想 那这个思想是由战国的子思和孟子提出的 那天人合一的天 强调的就是自然环境 人就是人事和人文环境 那天人合一这个四个字强调的就是 人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与和谐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现代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它是中华文化里面的非常优秀的指导思想 包括我们当代伟大人物也说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 中国的和文化远远流长 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那天人合一这样的宇宙观 就是在探索我们人和天 或者说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 而这种思想非常集中的体现在哪里呢 就体现在我们的风水学里面 风水追求的就是环境和人的全面的和谐 那风水是有很多流派的 风水的流派非常多 我们真的是举都举不过来 但是呢 它整体的流派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叫做形式派 一派叫做礼器派 那形式派的 它的老祖宗就是郭普和管禄 注意这个字面禄 管禄也是三国时期到晋朝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数数学者 风水的创始人应该就是郭普和管禄 那从他们这里创立 到唐朝的阳君松这里开始发扬 那形式派主要看的是 这种山巒的走势啊 这个地形啊 外观的这个形式 重点它不再是纸上的推演 或者是礼器的推演 而是看它外部的形式 所以呢 这个叫做形式派 那形式派因为杨君松啊 他后来把这个风水的流传 主要传给了一些江西籍的术士 所以呢 后来又叫做江西派 那另外一个流派就叫做礼器派 礼器派的创立者是陈团老祖啊 这个就是五代到北宋时期的陈团老祖 那陈团老祖呢 他创立了这个之后 那强调什么强调和礼法和技术 大家知道宋朝的时候 有一门学问叫图书之学 就是和图若书啊 八卦图啊等等通过图和气的运算 那这样一门周易的学术 那礼器派就是配合这样一门学术 一点一点扩大起来的 他很强调礼法和气术 那这样一个方法呢 主要在一些浙江啊 福建籍的风水师这里流传的非常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称它为福建派啊 就这个样子 那风水的两大流派理解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小流派 小流派里有怎么样的重点 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那形式派里面有三个主要的流派 第一个叫软头派 软头派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地理的形式和方位 那这一派呢 他的理论相对是比较完整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式派的主要理论 基本上都是软头派的 他强调龙沙血水像 龙就是山脉 沙就是小山包 血就是洞穴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种住宅的地方 水呢就是河流 像就是潮像 那龙沙血水像 这是软头派非常看重的 那形象派呢 这一支呢就更侧重于联想 比方说有一个山 趴在 比方说有一个山像一个牛头一样 它叫做扶牛山 就是趴下来的一头牛 那这个流派呢 它就特别重于形象和联想 那这个流派呢 它的理论性相对不足 但是呢 它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形象的东西总是好记忆的嘛 所以它有很多的影响力 还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流派 那第三个流派就是刑法派 刑法派这个呢 它跟软头派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是基于很多的地势和形象来研究 只作用于学位中心 也就是说你住在这儿 或者说你葬在这儿 那这个学位周围的地势 对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是研究这个内容的 它叫刑法派 那在刑事派的主要流派里面 比较有名的 比方说叫金索玉官 有的时候也叫过路阴阳 包括长眼法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主要流派 那尤其是大家可能经常听到 叫过路阴阳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风水先生 有的时候也叫阴阳先生 就是阴阳先生骑着马 从这路边走过 他扫了一眼 就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个呢也是在宣传 甚至是吹嘘风水流派的 风水的强大的能力 所以大家要理解 这个有点夸张的说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李系派的主要流派 李系派的主要流派 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八宅风水派 八宅风水是什么呢 它是用啊 把宅子分为东四宅和西四宅 一共有八种宅 然后把命呢 又分为好多种用宅 来和命来相配 再配合东西南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八个方位来进行测算 那八宅风水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流派 第二个就是命理风水 在这一派里面呢 更多的强调 以八字命理为主 来配合风水 来进行调理化解 那我们在八字模块里面 讲的很多化解的方式啊 其实就是命理风水的一个延伸 那第三个呢 叫做卦象风水 它主要用的是卦象的变化 来推断风水 那这个呢 内容有很多流派 也有很多 我们就展开西奖了 那李系派里面 非常大的一个流派 就是悬空风水 它主要是用洛书 九宫和九星的配合 来进行测算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流派 那我说的这四个流派啊 主要是大的学术流派 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名称 比方说像八点风水 悬空风水 悬空大卦 三元风水 三河风水 天星风水等等 不同的流派啊 它是有自己不同的讲究 也有很多 它自己理论上的差异 那这些呢 请大家简单的知晓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讲的是 每个流派里面 把最实用的内容拿出来 我们不拘泥于某一个流派 来进行讲解 那有些人说老师啊 这么多的流派 我应该选择哪个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一定要正确的去看待 我们那么多的风水流派 第一个就是 这本风水的流派 非常非常的多 千万不要盲从 就是有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老师带 你拿到一本书 看到一个老师里面 写的那些很神奇 很玄妙的案例 你就跟他走了 那这样往往就会带来盲从 所以最好是学风水 一定是要有老师来带着你 一点一点走的 那在跟随老师的过程里面 仍然要学会选择 就是要学会选择自己思维方式的 学会选择跟自己能够更加认可的一本流派 比方说我原来有个朋友 他是非常典型的理科生 他去学那种形象派 老师就教了他说 哎你看怎么把这个云看成一个龙 怎么把那个云看成一个风 他看了半天怎么都看不出来 这就是完全不适合自己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风水 它是一本实践的学科 一定是在实践里面循序渐进 千万不要做那种书呆子 看书的时候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跟客户一交流 客户说哎 这个人水平完全不行 一定是要在实践里面去循序渐进的 再一个就是各种理论里面 因为不同的流派 不同的重点不同 他一定会有一些冲突之处 那这个呢 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找老师的重要原因 老师会告诉你 不同的流派 你要吸取什么样的内容 那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这堂课 还是努力来帮大家调和各个流派 把各个流派里面最实用的内容 拿到一起 对此来进行一个学习 那所以呢 在我们的十六堂课里面 我们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设计的 我们第一堂课来讲基本原理 接下来的三堂课呢 重点还在是一个刑法派 就是从外形来看住房 商户啊 包括楼盘啊 有这样的一个刑法派的方式 我们第一节课讲的是风水学的基本原理 接下来的三节呢 我们来讲的通过刑事派的方式 不管说通过刑法轮头等等 来帮你看到住房 商户以及外在环境 选楼盘 这都是刑事派的内容 然后我们用理系派里面一个洛书九宫和乾坤生六子来看看户形图缺角的问题 接下来呢 门窗卧室 包括孩子 这三个点 再包括以后的催财催官 这些呀 那都是一个各种流派的风水的综合运用 我们把里面最核心的那些要点直接拿出来给到大家 我就不再去跟大家拆解 每一个点出自什么样的流派 出自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如果那样讲的话 我们的实战教学就变成了理论研讨了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来探讨罗盘 这是我们风水里面必须要学会的一个工序 那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更侧重于八宅风水 然后第十三节我们侧重于悬空风水 最后一节呢 这是悬空和三元三合的一个理论基础 基于三元九运来进行一个时代大师的推演 所以这是我们十六节课的安排的思路 这样大家也就理解 我们的十六堂课并不是说我们侧重于某一个流派 或者说老师要跟大家宣讲某一个流派的内容 并不是 而是我们把我学过的 我用过的 我觉得最靠谱的各个流派里面最好用的内容 最实战的内容 咱们集中起来让大家学会 明确我们三大应用 第一个选楼板 第二个调家居 第三个我们来催财催事业 那我们把这三个事情好好的掌握清楚 这就是我们十六堂课的设计思路 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在风水模块整个的学习之前呢 我是要跟大家提出一些学习要求的 因为风水模块它跟别的模块不一样 它的内容非常庞杂 而且呢 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严密的息息相关 所以呢 很多同学在学的过程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会驱使你做出很多很多 让我觉得并不够 让我 让我觉得并不够理性 或者说并不是使人快乐的一件事情来 所以呢 我会跟大家提一些学习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 大家先把我们十六堂课好好的学到手 先不要说我提到一本书 我提到英文学问 你赶紧去百度 赶紧去搜索 赶紧去查 赶紧去验 那这样的过程里面就会冲淡你对于我们主流内容的这样一个学习 我给大家讲的是最主流的学术部分 我们把学术部分先拿到手 第二个就是咱们明确咱们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咱们明确咱们的目的 咱们的目的是学习 学会之后再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他人的问题 有同学经常是老师讲了一个点 好了 我别的不听了 我就盯着这个点 老师赶紧给我讲 我家这个风水怎么调一二三四五 那他就学不会了 就算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但我后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 你们就关注不了了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以学习为目的 咱们一节一节的先学会 解决问题 解决自己的问题和解决他人的问题 咱们有的是时间 学习是第一位的 能力提升是第一位的 了解背后的原理方法工具 这是第一位的 至于实战解决问题 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咱们呢 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而不要去触类旁通的 去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说挨着某一个建筑的这样的房子 可能不太好 然后有同学就开始 把我家所有的建筑 我都来问一遍 老师挨着这个好不好 挨着这个好不好 注意啊 不要去这样子 你这样叫什么呢 我们没事不惹事 有事不怕事 你这叫没事自己瞎惹事 所以这样的发散就不太好 而这样的发散会带来很大的焦虑 那我们要知道风水模块的学习 是帮助大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是来制造焦虑的 同样我也不希望你未来去给别人去制造焦虑 所以呢 咱们先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咱们把握问题导向 而不要去焦虑在问题上 我们只担心一件事 就是自己学的不够好 而不要去担心说 我学了这一点 能不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相信我 你解决问题 是你学完风水模块之后 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后在风水这块 要提醒大家 就是千万不要追求绝对的完美 在风水方面 没有绝对完美的风水 没有绝对好的风水 而很多时候 为了追求绝对的完美 而带来很多不理智的行为 这个反而是我们很多人在风水上 走入迷信 走入误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事 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追求绝对的完美 然后你要感受 另外我 接下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一定要体会 我们这套课程设计背后 是为了咨询而存在的 我们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别人的问题而存在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每一节课讲的重点都不一样 我们每一堂课在解决一个 我们面对客户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的很明确的问题 绝对是问题导向的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背后这套咨询的思路 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一不扣门 道不清传什么意思呢 我们千万不要去串门的时候 到人家里来 赶紧把你家护心图拿出来 我来给你看看 看的过程里面一边看一边给念叨 你一定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医生没有扣上门来说 你家有什么病的 然后我们的道理 我们学的这些内容 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轻率的给别人讲解 轻率的去分享 轻率的传给我们门外的人 毕竟我说过大家来学习 毕竟我说过大家来学习 学的是我十八年 我辛辛苦苦积累出来的内容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内容 咱们道不清传 不要心意的传给对我们 不要心意的传给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 好的 那在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我们一起来学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风水模块 大家必须要掌握的这些技术知识 那第一个呢就是八华的卦象 前三连坤六段阵阳于更富 晚离中虚砍中晚对上决讯下段 那经历了我们的基础模块 我们的梅花六阳模块 也跟大家反复的在讲八卦卦象 我相信大家对八卦卦象应该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内容 然后呢就是四神和四灵兽 东方青龙墓 西方白火金 南方朱雀火 北方玄火水 那这个呢在风水里面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大家要对于这些比较熟悉 比如说老师啊 你接下来会反复提到这些内容吗 这些内容我的确会反复提到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未来你出去看风水 或者你去看一些宫殿风水的时候 它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和符号在那里 所以对于这些内容一定要熟悉起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五行的升课 我相信到这里大家对于五行升课已经不陌生了 但是有一些同学他没有认真去学别的模块 他说老师啊 我报你的课 我就是冲着风水来的 所以别的课我听都没听 我就想听风水 那到这里呢 你一定要把八卦四神五行风水要熟悉起来 因为在接下来我讲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常识来使用 我不会再花任何精力来给你解释这些内容了 一定要把他们熟悉起来 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的基础模块 我给大家五行升课讲得非常清楚 那下一个内容就是洛书九宫 这个内容呢 前面同学们可能只是有一点了解 在这里呢 我们稍微深入的继续学一下 它的口诀是这样的 带九履一 头上顶着九 脚底下踩着一 左三右七 左边是个三 右边是个七 然后二四为尖 右上角为二 左上角为四 只像人的两个肩膀 六八为足 左右摊开的两只脚 右边是六 左边是八 然后五居中央 那这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做过的那个题 叫做把一到九 放到九宫格里 使他们的横数鞋相加都等于十五 大家可以算一算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我们说和图洛书里面的洛书 他这个九宫格在很多很多学问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应用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洛书九宫再熟悉一遍 特别是我们学全空风水的时候 那用的就是九宫飞星到时候飞起来的时候很容易眼花缭乱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熟悉起来 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你按照这个顺序多画几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按照这个顺序多画几遍 我这连的有一点点乱 你可以自己多连一下看看 那把这个顺序记好 因为到时候飞星飞起来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样的路线来进行飞来飞去的 那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九星 周一风水里面 那在风水里面我们用的九星是右边这样一套 那什么叫九星呢 就是北斗七星加上左五星和右臂星 那风水里面用的九星 每一个星都有自己对应的颜色 自己的名字对应的五星 它们是一白贪狼水 二黑聚文土 三臂入存土 四黑文曲木 五黄连针土 六白五曲金 七赤破军金 八白夺福土 九子又必火 那这个呢 大家需要现在开始有意识的了解它们 我不说你现在要死记硬背啊 没到没有那个必要 我们学到玄空飞星的时候 讲完怎么用 你再来记忆就好了 我讲过我们的学周一 记忆永远是在应用之后的 你用起来的时候 用着用着你就发现 背过之后是多么方便啊 然后你就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去记忆它 而用着用着也就熟练了 就事实上像六十四卦呀 像八门九星啊等等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我在应用里面 出现背过的 所以经常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这个有没有简单的记忆方法 我说没有 我记的过程里面就是用着用着就熟了 因为只要你在用 你就有强大的动力支持你去记忆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样的记忆的方法 那这堂课我们的最主要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最后要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内容啊 重要的是我说三遍啊 一定要正确看待风水术 风水术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见效的 可以探索的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迷信 不要盲从 我们社会上对于风水有很多的偏见 有负面的偏见 也有过度夸大的偏见 那我们一定不要盲从别人的观念 我们认识到风水啊 它只是我们影响命运的因素之一 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一命二运三 风水四季 因得五读书 六名七象八境神 九交会人 十养生 风水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它绝对不是万能的 更不是说你风水调好了 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如果这样的话 过去的皇家那边 就能够拿到最好的风水 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说很多企业家 有那么有钱 他们可以请到中国最好的风水师 为什么确实还是有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风水 它不是万能的 它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推进系 那就好像你一个车 就好像你一个解答 你怎么把它改造 也改造不成劳斯莱斯一样 它是一个改造的过程 是一个推进系的过程 它不是万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确立我们一个学术观念 你知道我跟大家在讲的是学术 学术强调的是 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推理出来 去推演出来 你能够把各个点的逻辑连接起来 而绝对不是直接给你结果 然后告诉你你信就行了 因为如果只告诉你 让你迷迷糊糊就信了的话 你就很容易走到一些 很民俗 很封建民心 甚至很江湖树里面的错误和认知 经常有人会这样告诉我说 老师有一次我请了一个风水师 这个风水师到我家 看完我的坟地之后 把我祖上三代 每个人的生活意识 甚至很多只有老人才知道的事情 他都说出来了 这个风水师太神了 我说你给他多少钱 他说那个风水 我给他 他说那个风水 我给他五十万 然后听完之后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为了这五十万 你觉得他做个局值不值呢 他要打听这些事 派几个人提前几个月 来打听这些事情 值不值呢 这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知道 因为很多人特别迷信风水 所以风水的收益是很高的 那为了一个高收益 是很多人用很多民俗的手段 迷信的手段 江湖的手段 甚至我们说是制造骗局的手段 在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 你像这个人 他就认为风水术 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但事实上我会告诉他 你就是上当了 仅此而已 我们说学术 解决学术的问题 但你不要用 对于骗术 或者对于神话里面的那种理解 来理解风水术 那种认知都是错误的 包括民俗里面的 封建迷信里面 对于风水的很多认知 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定要及时刷新掉 对这些错误的认识 否则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走弯路 那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人学了风水之后 每天就开始琢磨 老师 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调好我的风水 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风水是服务于我们人的 风水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加幸福 而不是我们为了风水而活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在教风水 或者教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 稀奇古怪的一些心灵学问 学完之后呢 这个人呢就变得风风颠颠了 怎么样呢 他说你必须换这个手机号码 你不换这个手机号码 我跟你离婚 我真的见到过这样的人 那我们的学问是为了家庭和睦而来的 是让人生活幸福而来的 这个人本来生活很幸福 大儿生活里面天天吵架 那这样的学问一定是因为伪学 一定是不值得学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同样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发现你的经历 每天都在思考怎么调风水 而不是在思考怎么让家庭更和睦 怎么样让你和你老公的关系更和谐 怎么样让你的孩子更健康 教育更完善 你每天都成为在调风水了 你一定走偏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叫做让风水服务于人 而不是我们为了风水而活着 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不管一个人的风水调到多么好 我们永远都是有两个词要坚守的 第一个叫努力 第二个叫奋斗 这两个是所有幸福的人生一定必须的内容 比如说老师我躺 我调完风水之后我躺平行不行 如果你调完风水之后躺平在那里啊 那我说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遗憾的结局 我也绝对不能接受我的学生是一个躺平的 是一个不努力不奋斗 不追求幸福的人 那我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人 咱们努力奋斗 把周易作为我们 辅助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地图 一个方向盘 一个助推器 一个上路的好车牌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走得顺风顺水 这才是我们学风水最终的目的 好的那我们本堂课的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 给大家布置几个作业 第一个就是要知道风水的起源 理解风水的别称 别人问你说老师为什么风水叫清囊的时候 你能给人讲不出来 这就很有意思了 第二个就是要知晓风水的主要流派 然后理解我们课程的安排 就像之前经常问老师你是什么派的 其实我是什么流派并不重要 而且事实上我也不归属于任何流派 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人 一旦开始用流派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 是你在蹭这个流派的热度 但我希望未来的流派能蹭我的热度 因为我自己希望一直能找到我自己的一条路 把很多的内容 很多实战的东西能够融会贯通起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的课程安排 我们的课程安排就是把各个流派里面 最实用最靠谱的内容融合到一起给到大家 第三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开始记忆风水里面 会重要的这些基础知识啊 那这些知识呢其实挺重要的 但是呢这堂课我也不要求大家马上死记应被过 但是呢一定要开始记忆 你要知道如果你只是有笔记随时回头来查 那你是很难去学到高处的 就像如果你的小九九都还要重新去查的话 那你很难把数学学到四年级的水平 理解吧 所以就是并不是说你有笔记可以查 你就能够达到高的水平的有很多基础 是真的需要去理解记忆内化于心的 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树立对于风水处的正确认知 我今天至少有三点预地其实谈的都是在这个对风水处的正确认知 这个内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上面多花一些精力 好的那我们本次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课再见 感谢大家